科技方面的消息 万元有找的评价的平板大战 现在正式开打了 三星昨天发表了8寸还有9.7寸 两款不同的平板 价格9000元有找 再隔一天 Nokia也推出了新版的平板N1 那这台是号称Android版的iPad mini 同样找来是红海操刀 尺寸解析度跟最新的iPad mini 3 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 但是价格硬是低了许多 边热舞边秀新平板 还找来性感女魔Akimi站台 白色身体超贴连身裙 亮丽登场 手中拿的7.9寸平板 重量只有318克 一手掌握没问题 一般我们的平板 都是以翻动页面的方式来搜寻App 但这台Nokia的新平板 多了手写搜寻 假设我写C 就会自动帮我找出Camera App 以此类推写个Y 叫出YouTube 用自手搜寻App 相机也不马虎 千斤头500万画素 自拍放大再放大 画质没落差 解析度还能支援2K影片 乍看跟这一台 相似度达90% 一体成型铝合金 号称Android 5.0版的iPad mini 3 同样是鸿海操刀代工 7.9寸一样大 解析度也相同 N1薄度6.95公里 比mini 3薄一些 相机画度也比mini高 只不过看看价钱 就占很大优势 N1这台8000出头 mini 3要价破万元 是认为这两台平板电脑的 因为作业系统不同 所以我觉得定位 其实也有点不太一样 不甩iPad走高规高价 新平板打平价战 连三星也加入战局 8寸9.7寸 号称入门款平板 双击齐发 还加了Note系列的S-Pen触控笔 最便宜8,990元 锁定万元 如果你只是要规格的话 Nokia N1会带给你 比较好的流畅度 操作体验 用高阶评价打天下 才能掳获消费者的心 东森 腾讯文 欢迎讯者 陈文杰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